欢迎收听董事长聊投资 我是雷老板 大家好 我是助理立伟 那董事长聊投资呢 就是雷老板会在每周跟大家聊聊一下 从法人思维怎么看本周的选顾操作 以及生活品位的一些闲聊 那我们现在录音的时间呢 是8月2号礼拜五的上午10点40几 这礼拜的盘势 怎么觉得好像一个礼拜比一个礼拜 还要刺激跟还要波动 而且这礼拜的那个震荡啊 或者是今天整个这个盘杀下来 昨天跟今天是两样琴啊 对 那我们就来问一下 今天的一开盘到现在 今天现在我们甚至录音的时间当下 这个时候已经跌到了 台子已经跌了800点 那雷老板怎么看 这一个礼拜其实都是在 2万2这个区间上下震动的情况下 昨天那个大涨是在骗人上车吗 还是是大家都没有意料到 昨晚美股表现会这么可怕 我只能说 这礼拜真的是不容易 从法人思维来看的话呢 我觉得这里法人也跟商务一样 就是很容易受到情绪的影响 怎么说 因为你看哦 一个AMD财报好 盘后都是1-20%在表态的 那大家就最近来买了 那一个今天是intel一个财报不好 盘后也跌20% 那大家要全部股票又砍出来了 没错 对 那我觉得我昨天 其实本段以来我还是照我的几率做 只是可以两天这样费半指数来回14% 我说实在的 我也没有看过 没有看过 对 这样子两天一个指数来回14% 在我的经验里面比较少一点 那当然了 其实因为指数现在都很高了 你看点数会更可怕 对 那我的做法是 我昨天竟然一直在等一个2万2几次彻底没有过 然后又回档2500点 所以我当时认为顶多2万2这里再往下杀个500点就差不多了 也就是2万1500的地方 因为当时很多人看2万点 那几次测不过之后 我唯一的疑虑就是 我昨天有讲 我说这一次要三个2 一个是2万2不要破 一个是外资不要再卖超200亿 这其实有达成 对在2万2这地方 这是有达成的 但昨天唯一没有达成是 它空单竟然还是增加了 而且还加到4万口 对以上 本来是已经回到3万口附近了 然后一个结算完 我们本来以为8月第一天 因为7月31号结算 我们以为8月第一天 我也看对了 我说如果我要互盘的话 我要让月K长得好看一点 那要让8月再进来 对8月再进来 可是你看今天如果这样子 它假设现在盘中还在跌 我们不预期会怎么下杀好了 假设它今天真的 要灌了一根实体黑K好了 那其实8月第一天开很高 然后就今天往下走 所以假设未来8月分 都在这1000点内游走 那8月还是收一个黑K 对吧 月K还是收一个黑K 那这样子 我觉得也没有不好 会很多福尔会洗很干净 对这是我觉得没有不好 像我这两天怎么做 我昨天不是说 我之前有流水味吗 那我昨天就进去抢了反弹 所以我的水味就上升了十几percent 那我也有加空单 但今天比较好笑的事情是 我的空单竟然跌得比 多单还要少 你说带会员做的那一档空单股票 对记忆体 我整天讲记忆体这样 那我本来觉得说 一早它也快跌停 还不错啊 而且刚好三星 然后海力士 还有国外WD 都讲记忆体很不好 那我也觉得说 确实以我以前在看记忆体 因为我常看嘛 我觉得记忆体的营收到一个高点之后 获利模式衰退 我也看对了 就我不知道为什么 是有人都知道的更早 上面都卖光了 所以都没有卖盘了嘛 吉拉猛颂 对 所以这个我不知道 那在这里呢 我只能说 我有做一些相对的空单来避险 那昨天该反弹的时候 我就也去想 抢了一些强势的多单 但我昨天节目上有讲 我说 昨天唯一比较可谐的是 反弹了四五百点 但大部分都是只弹跌生的 只弹跌生的 就是这一波一路下去都没有弹的 连那个前面六百点 那几天都没弹 前面不是有几天 台股大长也弹一天这样吗 上礼拜二 那他也都没弹 那到了昨天 他们终于弹了 可是呢 像有一些相对比较强的股票 就是他可能这一波 刚开始起涨了五十% 然后遇到大盘崩跌 然后跌了二十% 可是这种强者很强的股票 昨天就没有什么反弹 我觉得这个比较可惜 好 但是呢 我要跟大家讲是说 我竟然已经有定一个策略了 我昨天还是照几率做 我就把我空出来的钱 我还是没打满 但是呢 我就把它丢进去 然后我分散丢 因为我觉得昨天是一个强力反弹 什么族群都可以吃到这个反弹的红利 昨天几乎没有不长的族群 对 所以我也不敢说 这时候我特别强是怎么样 那我认为说 昨天那么强 而且昨天技术形态又是一个导撞反转 就是如果大家有在听的话 就是前面它是跳空往下跌 跌到最近两万二这个平台 现在我们说戏称22k平台 这个岛是小岛的岛 对小岛的岛 然后呢 昨天它又是一早又跳空上去了 所以它会有两个 一个是跳空往下 跳空往下就是 昨天收盘的时候 然后跟今天早上的开盘 有一个直接的差距跳开来 那你在看那个K棒的时候 它中间就会有一个空格 大家可以去想象 好那它是跳下来又跳上去 这个 其实在技术形态上面 昨天是一个非常强的嘎空 就是本来两万二那里很多人要去下空单嘛 就是看跌了嘛 要破了要破了 结果它一次直接大跳四百多点回来 那会让整个空单很绝望 结果没有外资期货空单增加 哇你跳上来我继续空 对啊 这四万已经 就是是之前两万一直也有都在看的那个警戒线 也是大家一直喊很久的四万口空单这件事 但是也有人说就是都已经到这么高档了 它有做这个避险其实也不算不合理 是 对 但我觉得这是大家找理由 因为外资历来 只要这个 只要在三万多口以上的空单 就代表它是强力看空的 对这也是 所以我昨天就有说这是我唯一担心的 对没想到今天就实践了 那好我昨天在家嘛 我今天怎么做 我今天早上就是 既然如果我昨天家了我不想换 那我就要把原本手上的换掉 所以我也趁机就是退随位 就是说等于说昨天赚的或者是小赔的 今天一早我就赶快把它砍掉了 对就把这个部位当成是一个调整 那再度重新回到六层到七层的水位 来看说接下来大盘会怎么样 对因为假设我还是不认为这个盘是要崩盘的话 对因为最近其实就是有企业好有企业坏 那如果是崩盘应该全部企业都跟你说我不行了 对对对啊 对所以呢其实昨天美股还是大公司还是有涨的 我记得昨天Apple好像还是涨的 有Apple逆势赡养 但是今天没有反应在台股的表现上 比较难啦 因为整个气氛就是费半叠了七点多% 对对 然后会大也是大叠 但是我要跟大家讲是至少我做任何动作之前 我给了自己一个故事 对不对 就是说我拟定了一个剧本 所以我认为会反弹 所以我看到一个反弹的迹象我就去做 那有人会说一下子弹太多了 所以会跌回来 有人认为说如果反弹只要一天一两百点 一两百点的涨是比较好 但是对我来说一个最大原则是 昨天那个状况我实时觉得有反弹的迹象出现 对好那有人是觉得是逃命波 但是我也觉得是逃命波 可是我不觉得三次下来的逃命波都只有一天 但我这次就遇到了 对 其实以往有的操作手法 你只要让我逮到一次反弹 那大概我那三天就可以把这一波下跌的损失 大概可以回来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 我说损失的部位 你不要说我下跌过程中有一些部位还是在长的 对像我的传产部位 所以呢我是蛮意外的 但是我也是心平气而的接受 那今天我怎么做 早上其实开低七百点的时候 团队的想法蛮多的啦 那我认为开低七百点开得比昨天的夜盘还要低 昨天大概跌两%多夜盘 但是我们台股一开开了三%多 那我那时候的想法是说 盘中会有一个 可能九点半之前大家空单会回补啊 还是怎么样的 有机会稍微挂高一点出 但最安全的手法还是说 你开盘觉得不对 那只要有一些股票只跌两三%的你还是出 就是先把水位控下来 因为我觉得在震荡的时候 最重要的永远不是个股 而是水位 所以我又把水位降了下来 对 当然你个人你像你老板这种 以前如果你觉得行情你很能去体验那个盘感的 那我会觉得说你盘中你要稍微挂高一点出可以 就不用出第一盘 因为第一盘会有散户跟你一起出 就是大家在抢着卖 对所以我会觉得说那这样子没关系 反正水位就是要降就代表我抢反弹失败了 因为今天这一根就跟你宣告反弹失败啊 除非明天又7%上去那我没办法 对我不可能一直反复跟大盘这样做 但今天有一个我稍微比较担心的是 反而是身边的人不觉得很恐慌 对因为我早上就是我刚才跟老板说 我觉得好像没有凯米那些那么可怕 因为凯米的礼拜五是直接大跌900点 对所以我那时候看我自己身为一个散户的观察 就会觉得好像还好 但我不清楚其他人是不是也这样想的 但老板是说这样想反而会让你觉得怪怪的 对因为理论上很多人喜欢拿融资来讲啊 那我也只说融资其实一路涨上来 很多人赚很多钱了 他买股票他的习惯早就习惯用融资 对因为很多大户还是什么 他们的融资都是2%多的哦 他们是有可以去跟卷商谈 卷商宁愿几乎不赚他利息钱 就2.5% 那他这样的资金使用效率之下 他当然他就使用融资就好了 所以就算他现在有10亿好了 他想要买1亿的部位 对他来讲是10% 他10%他也是用融资买 所以其实基本上从2020年 融资最低点之后 3月融资最低点之后 其实融资的激起是一直被这一些赚钱的人往上垫的 所以我们不能再说 这里的融资要杀回到当年990 那我觉得指数上来的一倍多 那我让你融资要回到2000 2100才算是低档 可是你要想当初那个融资是崩盘杀出来的 那如果你每一次的崩盘之后 你才要回复其实会有几个月的时间很难熬 对那2020年是有点疑问是全世界政府直接撒钱 就是而且加上疫情的关系 对那接下来就后遗症就是2022年 通膨 对所以我觉得政府也不是不知道这个状况 那我我这边认为说如果你8月的月K不要收得很漂亮的话 那就是在这里高几率震荡 因为8月容易变成黑K了啦 因为你8月1号开那么高 对 不知道在开什么东西 没事跳高速500点 然后呢隔一天再撒800点 对啊所以你现在8月看就是黑K啊 对对对对 对啊 你现在如果要收回 假设明天又跌一点或今天多跌一点 你接下来收回去要1000多点才可以收回月K平盘 对啊 而且如果1000多点的涨势 除非又要什么两三间直接翘上去 不然如果你还涨 怎么大家都会觉得多头好像又回来了 对我们要在这里看一下飞龙就业指数还是 对今天晚上美国会公布飞龙就业报告 对还是还有什么 财报还没有公布的赶快好不好 看能不能救一下 最近也是不管是美股的科技财报周 包括这一次戴赛大 也不能说戴赛啊 就是比较反应不好的Intel啊 或者是各个科技报 就是这礼拜一直公布 然后就一直反应在美股也影响到台股 那台股这边也是可以说不遑多让吗 就是出来讲的法说好像 因为好像都 我觉得蛮一致的 都是讲消费性电子 没有大家预取原本的那么好 就是观望变保守了 但我觉得这很正常的原因是在 每次都是年初的时候讲很好啊 第二季第三季之后开始下修啊 然后第四季底又开始好啊 所以这是一个 其实算是大家蛮长出现的套路是不是 我跟你讲一个套路了 立委那时候2020年2021年不是很好吗 可是大家已经开始知道说 哇全部人都在抢船 都在预定东西 那这些东西假设到时候都到港了 因为大家都超定啊 对不对 每个人我要一个 这里买不到我就再去找那个代购 库存爆量 对那这个迟早要反噬的 可是这个时候呢 2022年的时候 每一家公司都跟你说 我们预计呢 大概年中就可以库存去化了 对或者是 三年初的时候讲 对或者是2021年 大家开始甘心这个时候 他们就说2021年底 放心 我们觉得就可以库存去化了 大不了在一季 2024年 2022年第一季 然后2022年第一季开发的时候说 我觉得库存去化要再多一季 对不对 然后当时比较良心的就跟你说 我觉得库存去化至少要到年底 对 那事实证明到什么时候 就是到2023年 很多库 对啊 2023年很多上半年的库存才走光啊 对不对 所以呢 事实证明这样 所以我们在2023年的下半年才开始说 又开始走复苏嘛 在第四季的时候 很多股票电子股才又开始涨嘛 因为中间只有AI在涨而已啊 对啊 所以这老套路了 对 尤其是每年的第三季都是风雨交加 然后每年的第一季都说春宴要来了 对 所以就想第三季都有台风嘛 再以台股来讲 那台股第三季有台风 我们的台湾第三季也常常会有台风 那就是每次都这个时候 天气会最阴晴不定 对 可是你撑过去 你看第四季 你想滑雪 你就去滑雪 那个天气就很稳定 对不对 去年也是第三季的时候那时候指数甚至 因为那时候还有人说要下探一万二 对 然后就后来第四季就 没有再也没有低点了 对 那我必须讲比较稍微 如果我要变成保守的我的话就是说 你说两万四千多修回两万二大概十percent而已 那虽然说我认为修这已经很多了 可是我们永远不知道卖的这些人 他愿意拿多少的体力空间出来换 对啊 外资嘛 对啊 外资 外资他可以从两万四他就觉得 诶 我的目标价到了 对不对 那我通常来讲 我们以前在说如果你的目标价到了 然后股价刚好高点在这里 所以你可以卖在这个高点附近的10% 就是比他低10%都算卖很好了 一档股票如果涨很多 你现在回想嘛 如果滑成你可以卖在900多就算卖很好了 就很漂亮 对对对 可是当初都不这么觉得嘛 对当初觉得他1000嘛 稳了 对 所以这是一个事后的经验来看 就是说你可以卖在股价高点10%附近算很好了 那如果外资也有这个想法 那两万四千是 我卖在两万二都还算是很好啊 那剩下没卖的也算普通好啊 因为他们从年初就开始狂街嘛 狂卖嘛 所以他这里你说他想要多卖一点 你好像也不能说什么 对这就是比较可怕的地方 因为你不知道外资的听力心态在哪里 真的是 对他从年初买到现在 就算这里 他的手上股票有些已经少了十几%好了 他说不定还是觉得很够啊 因为很多股票是涨一两百%的啊 对啊 那我说不定说只要我正负30%之内 负30%之内卖掉我都觉得表现很好 哇那就 而且我看新闻 甚至连政府基金上半年好像也是大赚 快要就是进兆元的样子 所以我有人说要护盘 可是你要想一下两万两千点 你要政府护什么盘 对 然后就一下 呃 雷老板你在节目上也有讲吗 可是我可能会稍微 稳一下 不要让太多跑到融资断头架这种 对 你如果跑融资断头架 你要政府出来护个盘 我觉得 可能还有机会 对 还比较合理 可是现在算一算 跑到断头架 可能也大概两万一那个地方啊 嗯 对啊 你说政府要在两万点以上护盘 嗯 连去年的低点都 去年第三季的低点都还没到 你要他出来护盘 我是觉得有点难 嗯 因为等于说 我政府在大盘跌了15% 就要进来护盘的话 嗯 那我政府 你看哦 他们进来护是 通常他们进来护 之后都会赚钱嘛 嗯 那等于说 这里大盘高点才回来15% 他要护的话 那未来大盘 至少要再涨30%回去 哇 如果大盘从这里 要再涨30%回去 那台股 不是两万五 就可以解决的事情 哇 对不对 所以 这个心态 大家也可以换个 换个角度去想想看 如果你是政府低金 你会在这时候觉得 诶 要护盘吗 对啊 如果我是官员的话 我觉得我要买一个保守 一定能赚的钱 帮 帮广大的民众 守护好资金嘛 嗯 对不对 怎么会是 在这里跌 大盘跌15% 我就要进来护 嗯 甚至也没有破任何一个底啊 你之前说要护 或是因为我有可能破了某一年的低点了 嗯 你进来 那我觉得OK 嗯 你现在 我就比较难了 嗯 如果是 我是政府官员 我也觉得这样做不太妥 嗯 好 这就是 啊 这礼拜真的是几百点几百点在跳 那现在的加权在录音的当下 还是没有收敛跌幅的感觉 而且掉到了五日线 那个十日线 所有线之下 诶 其实我觉得这个也有一个之前 雷老板在节目上蛮常讲的观念 也可以分享给 听Podcast的大家 就是雷老板曾经说 其实有时候在跌的时候 什么线都没有用 对 因为今天这种 民众一早已经先看到 昨天美股费半跌7%多 那其他的指数也都跌3%多 嗯 除了道琼跌比较少之外 嗯 我早上啊 民众当晚的想法是 我的股票如果没有什么跌 我就想要先卖掉 嗯 对 那再来看看了 嗯 所以一早民众 还是很多人他根本不会去想说 我要去看什么欠有支撑 嗯 他可能第一个想法 他只是就说 我先降水位了 我买股票买太多了 对 不要赔太多 对 那第二个想法就是 我不卖 等一下稍微往下 也有其他人会卖啊 嗯 对啊 我怎么知道我不卖 后面的人就不卖 嗯 对 所以这就多杀多嘛 嗯 所以在只要恐慌情绪一出来 你不要说哦 今天全部的股票都在跌 然后我的股票 跌到五日线 所以五日线要撑 嗯 这时候不成立 嗯 我跟你讲 跌到一年线都不成立 对 就算他自己跌到一年线都不成立 对 你你只能 这个时候就是 大家在恐慌 只要手上刚好有你的股票 他说明天他为了降水位 他就说 哦那我就均减 对 所有都要减一点 对啊 那我每档都要减10% 那如果每一个大户都这样子想 然后 那几乎就全部的股票都要被均减了 嗯 所以这个时候 没有 比较少人会去考虑 技术线 什么线 对 在恐慌情绪的当下 嗯 那你说好 接下来大盘宣泄完了 你说大盘占回来了 那你自己也认为 真的跌蛮多 短线有点超跌了 那这时候你就可以回来说 好像我昨天在新闻台上面的 哎 有哪些股票他站稳了什么线 嗯 那这个是多一个买进的理由 嗯 就是说你短线上 你又可以在这里当一个防守 嗯 对 就是说 假设大家都在反弹了 结果你自己还跌破这些线 那你就是该卖嘛 嗯 对啊 因为气氛是正常的 可是你的股票在跌 那这个时候 这些线就具备了 啊 你当停损点的效果 嗯 对 所以这是我送给大家 但你不要在大盘间跌 七八百点的时候 跟我说 哎 他等一下碰到五路线 他自己会先弹 嗯 我觉得不成立 对 我也不会去期待这种事情 嗯 这时候是 你先看你的水位安不安全 嗯 先照顾好自己 嗯 再去看整个市场怎么反应 对 因为其实像我们 刚刚讲到年线 其实台股 你要说以表现的话 哎 其实也没有算那么弱啦 因为日经指数从昨天的 跌了三多%之后 今天再跌了 快要将近5% 已经跌到年线了 对啊 已经跌到年线 我们 我们还在什么线而已 人家已经在年线了 对 对 你要知道日本在2020年之后 是涨多多哎 五大商社啊 那些都很可怕啊 巴菲特什么国际级资金人 都进去买 嗯 对啊 那今天你 你看大家也是事后论 其实日本这次会升级 几率其实本来就蛮高的了 嗯 其实那大家都有在猜 对 那你说 日元要升级 大家也都已经猜不止一季了吧 嗯 所以大家才说 赶快去日本玩嘛 嗯 不要错过最便宜的日元 包括我自己也是 很想要赶快去嘛 对 八月要去了 对啊 那 那 大家有点去 但是我觉得当下 那公布升级的那天 你没有反应 然后过两天 大跌 你才跟我说 是因为那个事情 那我就想说 那当下为什么你不反应 对啊 我也很好奇 对啊 所以我就觉得 又是事后论嘛 好 我举个例子 昨天最多人跟我讲什么 昨天一个大早 哦 今天电子反弹了 所以呢 银件一定被抽资金啊 哦 这真的是 很合理啦 所以你看新副方那些再跌 嗯 然后盘中不是银件 哎 昨天最好笑的是电子 每股电子股大坛 嗯 台股银件最强 银件指数创 超强 对超强 然后呢 盘中银件指数都全部拉上去了 嗯 大家就开始说 哦 尾盘跑来跟我说 今天哦 就是强者很强啦 所以呢 资金就是往 第一个往反弹的地方走 嗯 第二个往 银件这种强者很强的地方走啦 所以呢 实户是很聪明的啦 嗯 我就直接回答 我信你个鬼 就是 你开机的时候 怎么没有跟我讲这句话 对啊 哦 我就觉得这些人真的是 因为你看我昨天盘前 我对我的会认就这样 我盘前我想做什么动作 我就公布给你看 因为我想了这些 所以我做了我负责 嗯 但是我做的当下 我也跟你说 如果一部队 我会把这个控制回来 抢反弹的备用是抢成功 我们短线收获颇风嘛 嗯 对不对 抢失败 你就是要拿一点风险跟他换啦 嗯 所以 不 因为我跟你说 抢反弹一定都抢成功啊 你看前面两次抢反弹的人 他们就死得很惨了 嗯 因为过程中还在跌嘛 嗯 那我是等2万2 测了两三次之后 我拿退出来的钱去抢反弹 嗯 可是没有办法 嗯 其实你问多少人的剧本 都不会写说 我昨天开400多点 倒撞反转 然后美股大买 嗯 外资转买超 今天可能外资变大卖了 然后今天就要变成说 直接把昨天的全部涨幅吃掉 嗯 因为一般来讲已经跌到底了 你有一个反弹来讲 就慢慢上去嘛 嗯 或至少在那个平台缓缓的走嘛 对 我们今天的经验都这样 嗯 所以今天到底会不会跌破 这个21,800多这个低点 嗯 其实我觉得蛮有趣的 嗯 那跌破如果马上收缴 又一堆人 又被卖飞 嗯 所以这里是一个很尴尬的地方 所以为什么我强调说 如果我们遇到崩盘 我们就认 我们就是要快速减码 然后再剩下剩有的资金 嗯 去做换股 巴菲特啊 啊 彼得林区这些人 他们都遇过无数次崩盘 他们的股票也都在里面 嗯 对 只是因为在崩盘的时候 他们快速 他们都没有 手上都没有杠杆了 嗯 所以他们用现有资金 在接下来的一两年之内 因为急崩之后 回来股市都很快 在接下来的一两年之内 他们的资产又再度翻倍 回来 嗯 那我觉得崩盘这种东西 我们就不用太过去 预料太多了 就是说你只要觉得大盘高 你就水位降低一点就好了 可是修正这种东西 你就是一定要去 面对的嘛 你不可能说我永远都要 零趴持股 然后去面对修正 嗯 我一直跟观众朋友强调 这是完全不合理的事情 嗯 对 我创业如果成功了 你才说来说 为什么没找你 看我每个人都会这样讲啊 对不对 那我当初在创业 我在苦的时候 你又不过来 对啊 我听你个鬼 只想收割 对啊 只想看到我们这种帅到无法自拔的时候 对我在苦的时候 你都不来理我 活动办好了 才在那边打卡拍照 对啊 所以我说真的 哎 你有这个经验哦 哎哎哎哎 身为以前的议员助理 对 好 所以呢 我觉得这里就是 大家一定要把这里的吃苦当吃补啦 嗯 对 很多人会觉得说 哎 讲这个什么屁话 可是我真的看过很多厉害的人 他们一定吃过 心理上很承受很大的压力 走过来今天啊 嗯 最近很多人在讨论一个议题嘛 店长 他说哎 我回你要说奥运 他们一直在跟我说 那个哎 好像 因为常常有人问我要不要退休 嗯 我说你 如果我是你这样我就退休 我常听到有人讲这一句话 嗯 可是他们最近看到一些企业家出来 然后人家访问那些企业家 那企业家说 我能做我就做 我干嘛要退休 嗯 对不对 那有一个企业家讲的蛮好的 然后就转达给店长 他那个企业家就说 虽然说 这个情况比较 比较血淋 企业家就说 做上班族才会想退休啊 哦 对不对 因为你是领我钱的 所以你才会想要退休的那一天啊 嗯 如果你是我老板 我能做什么 老板就是我做完这个 我再去想下一个人做的东西啊 嗯 对 我的人生是去再找一个新的东西出来创造 嗯 而不是说我把这里做好了 我就没事了 嗯 对 因为人是一种创造的生物 嗯 所以我觉得那老板讲 他说 我以前很辛苦 辛苦了三四十年 所以你们看我现在很爽 那当然 因为我前四十年 我都没花到 嗯 对 他说我每天都是熬夜加班 熬夜加班 嗯 为了公司 因为他说 你看到我的公司是现在好啊 嗯 他还是小朋友的时候一定不好啊 嗯 对啊 所以我前面三十年都给他了 对啊 那我现在就是 你觉得我要退休 可是我没有 我想再去做其他事情 我年轻没有做到的事业 嗯 对啊 那我觉得人就是这样 你开心就好了 那一般人会讲退休 是因为我上班上的很乏力的 我想出去玩 很累 所以全部人的退休就是 我就是要很悠哉 我要在哪里喝咖啡 在国外出去玩这样 嗯 对 因为他在目前的工作上 找不到热情 嗯 他发力了 嗯 对 所以 我觉得最近很多人来跟我聊这个 我就会跟他说 其实做投资可以做一辈子啊 不需要退休啊 嗯 因为你永远都可以对一间公司 一档失误 一个事件 有一个想法 而且每天会发生的事 永远想不到 对 永远想不到 所以你就很想要战胜这个东西 嗯 为什么人类喜欢去赌博 嗯 因为赌博的结局我无法预测 但是又有一个报酬性在 嗯 对 然后又有一个甜美的果实 嗯 对 你看我们都跟人家讲十读九书 一堆人还是要去赌啊 因为他们赌的都是那个成功的那一个 嗯 因为大家都会看到成功的那一个 对 所以 呃 不要等到人家成功的再来讲啊 我只是觉得说 也不要太早就让自己有想退休这种想法 对啊 不会啦 今天这样子 这样子 叠有没有 嗯 然后你看 那个 郭董又要回来上班了啊 哦 我想说你指外面是 前两天 郭董不是二度三度退休了吗 对 昨天三度退休了 因为只要站回200他就可以退休 现在已经 他的新闻那个版面已经降到 不知道在哪里了 对 所以呢 他 今天他又要回来上班了哦 我只是帮大家注意一下这件事情 哦 对 鸿海只要站上200 郭董就必须退休了 只要跌破200 郭董 郭董就要回来工作 他打卡线是股价线 对 打卡线是股价线 然后我觉得最近 哦 不知道刘老板最近有没有在看奥运 虽然我看 就是这几天的那个比赛嘛 那大家会很常会拿 大家看着这些台湾的国手们在奥运赛场上的一些表现 我记得就看到有一个大家会拿出来讲就是小林同学 他说人们都说我是天才 但他们不知道我唯一休息的那一天是上场的那一天 对 你就会觉得这些人是这么努力 就还会 你还甚至还会看到有一些人去酸说什么 啊 是不是广告拍太多了 所以你就会觉得 很想 很想气死这些人 不然你出钱给他练习啊 不然你 你去帮他 这种的 而且到那赛场上都已经是世界的前几 前 就是排名在很前面很前面的选手 但是我们都看到的只是他出场比赛的那一天 对啊 对啊 所以 就是台下十年功嘛 台上一分钟啊 那我也是很能感同身受这个事情啦 就大家每个人都说你为什么不退休 就是我好不容易苦了那么久 知道这一步 那要开始去达成一些我想要做的事情 我干嘛急着退 我可以做我想做的事情 对啊 你说这些运动员 他们打完了得到金牌他们就退休吗 没有 不会 他们会想要去培育出下一个他 嗯 你其实我在这开奥运我最感动的是 他们都一直去照旁边的教练 尤其是桌球啊 鱼球的嗯 那就是那个教练的整个脸崩的比那个台上的那个选手 还有紧张 嗯 每个都是双手抱胸 嗯 然后 好的时候就大力鼓掌 对对对 全场最鼓掌最大的是他 然后呢 不好的时候就是好像有点在低头祈祷这样 那你看到那个选手比完的时候 那个教练每个都是犯累的 嗯 对 然后你去再去看那些教练 他们都是过去可能奥运的选手 国手 或者是得 那个奖牌得主 嗯 那我也看到一个很感动的啊 那个61岁那一个 啊 对啊 奥运航最高龄的那个参赛者 那有的人觉得说 有抢占名额的嘛 就是不练的也去 可是他应该是 61岁打成这样 应该是很认真练习的 奥运没那么简单 奥运不是去报名就会得 他是要积分够才可以 赞出那个舞台的 你要打超多超多的预赛 地方预赛 就是地区预赛 还有世界的赛事 对啊 所以呢 你说他61岁 他一定是加倍努力 他才有办法去比啦 对啊 对啊 所以我是这样子觉得说 你看到这些人 又看到我们这些企业家 其实你如果要变成强的人 你就是要一直面对困境 这没有办法 对啊 拉回来讲就是 今天台股就是困境啦 你不要想避开这800多点啦 这800 就是跌了嘛 对 2020年的时候 崩盘的时候 我在市场里 2018年国具之乱的时候 我也在市场里 你说国具 被动员间 被动员间那一年 对 那一年是第四季崩盘 对 然后09年 金融海啸前后 我也在市场 然后之后是 欧债危机 欧主五国危机 嗯 我也在市场 嗯 没有一次避过的 就撑过来了 对 但是 撑过来了 就可以讲 现在跟你讲话 嗯 对 现在可以的 谈笑逢生 都是过去苦过来的结果 这一定是的 所以呢 每次录 podcast 老生常谈 就是说 对 我们变成那个 鸡汤节目了 对 就是 没有办法 这时候你一定要跟大家讲说 你要撑过 而且你要收你的杠杆 而不要用去赌的 嗯 对啊 你就是 你能做的就是把自己给修炼好 嗯 可是这就是 大家最做不到的就自律啊 嗯 对不对 那一些国手夺纪律啊 嗯 对不对 你看一下 我很喜欢看到老伯王打球 老伯王他就 NBA运动球星 他从出道到现在 他就不吃红肉 啊真的哦 你觉得他赚那么多钱 对不对 然后他每天 都是最纪律的训练 嗯 他那个赛后的修复 他我们听成修复 好像很爽 人家帮你按摩 对不对 嗯 他赛后的修复 是去浸冰块水 去泡那种 类似液态弹 那种冷压舱 嗯 然后就有人说 哦 我赚到钱了 我要去体验 跟他一样的 干 对 然后那个 那个 他的教练就跟他说 就是 你要体验跟他一样的 你人家是每天这样 你一天都蹭不过 他不相信 嗯 他就去泡他 泡的冰块找 他就去进他那个 一压舱 嗯 然后他全部都 蹭不到一半 哦 对 然后还有一个脚的 就是一个东西 然后会电子脉冲 就是你打完球 那个脚步都冲雪嘛 嗯 然后他要降压 然后他脚伸进去 他说他痛到 撑不住 他就直接拔出来了 嗯 可是 你去看老婆 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 嗯 他有时候还在滑手机 还在听音乐 他已经成自然了 对啊 你去泡冰块找 你可以就这样 躺下去 然后泡 然后脸就在那边 看着旁边 谈笑逢生嘛 嗯 嗯 对不对 我不行 你从一个 很冷的地方走出来 用液态场走出来 你有办法 就好像没事 而且只能穿一件四脚裤 嗯 对啊 所以那个人完全撑不住 嗯 然后他做完这些 还要每天都很认真的 嗯 的去训练 他都没 全部训练 早上可能就到球场 嗯 COPY是五点到球场的 嗯 对 当然我们常说 他们有异于常人的体能 嗯 可是他有异于常人的体能 他还愿意这样子做 嗯 呵呵 这就是他厉害的地方 这就是他厉害的地方 我看网络觉得说 哇 真的是很可怕 嗯 所以每一行业 都会有苦的地方 嗯 那我们在想最苦的就是 遇到这种 看似崩盘的时候 嗯 你要怎么 在行情中 忍受它 去面对 对 对啊 你如果这里 刮掉了 那半年后 台股又创高了 你怎么办 对啊 就你如果赔到 全部都没有了 那你连在一起的机会 都都没有 对啊 所以为什么 我们里面 诶 有进去 但是看不对 我就要再降水位 嗯 千万不要小看 假设今天盘真的烂到 史上无敌烂 你千万不要小看 你本来有100块 你还要剩下 50块的威力 嗯 你千万不要小看 你还要剩下 50块的威力 嗯 对啊 那你更不要小看 剩下70块钱的 我的威力 嗯 每一次崩盘的时候 大部分的人身上 大概就是从100块 变成70块 哦 这些高手 嗯 对 那他们会用 接下来崩盘完 股价开始回升之后 的半年内 把他拼回来 拼回来到原本 嗯 那接下来 多头年不会只走一年吧 嗯 剩下的第二个多头年 第三个多年 翻倍 就是他在翻倍的时候 哇 哇 听了热血沸腾 还是热血了 对对对 我们会激励人的 嗯 我们当初就像激励自己 啊 唯有先骗过自己 才能反馈给社会 嗯 相信自己做得到 对啦 嗯 骗是比较夸大的词啦 因为当下你要给自己 一直鼓励嘛 盘那么差 你要跟自己说会回来 嗯 好 那这差不多就是 我们这一集可能 比较着重在一些 为大家打气啊 因为这礼拜 说实在的 你不管哪一天切进去 都不好做 对 你就算这礼拜 你有一天请假 有一天不在 你回来看 你都觉得 我实际上是要买还是要卖 看不懂啊 对啊 对啊 然后你会发现 当你想着要买的时候 哎隔天怎么变这样 啊你要卖的时候 隔天又弹起来了 对啊 这真的是 应该说 算蛮难熬的一个礼拜啦 就相比那种 一直在下跌的 那个状况 就这礼拜 不管是涨几夫的跳动 或者是点数 还有美股的各种反应 嗯 但是我觉得 在这个情况下 Q3本来就是 大家过去惯心说 很难做的一季 对 那你很难做的一季 你可以做到小叔 嗯 我觉得就很强了 嗯 对 然后就是大家好好的活下来 可以迎接Q4 或甚至迎接之后的 做梦行情 嗯 那你才是可以真正 当机会回来的时候 你有没有做好这个准备 对啊 我们去跟大家提醒一下 我们算是说 一直讲Q3Q3好了 嗯 可是Q3假设 它在8月中旬前 嗯 或者8月底之前 它就修正完了 反应完了 对 它就反应完了 其实行情可能就从 8月底之后 9月就开始了 哦 所以不是说 一定要等到第四季 嗯 这是蛮多人的误会 因为他们都听新闻 上面讲 第三季不好做 第三季不好做 嗯 可是你要去定义说 第三季不好做 通常是一开始 哦 对 你如果以去年来看的话 8、9月就开始 很多股票 就没有再破底 就开始回来了 嗯 前一年也是 2022年也是 嗯 所以我觉得这里 我帮大家震一下诗听 你不要说傻傻的 我要等到第四季 看到又涨了 很多了 我才要回来 嗯 对 等到11月你才回来 到2500来 说我要回来了 我觉得台股好像可以 嗯 那也是 也是要有另外一种纪律 对啊 但我觉得今年 只要在这附近确定止跌 就算台股不回2万 我觉得我们还是很多股票可以做 嗯 因为很多股票已经杀出空间了 这是最重要的 重点是股票没有杀出空间 所以我要送给大家一句话 就是呢 在我们台湾的上市贵公司里面 前辈送我的啦 嗯 他说喔 没有不能买的公司啦 只有不能买的股价 所以跌得够低 大家都愿意进来买啊 你上市贵公司跌得够低 有的人就愿意 把你买来当借客啦 嗯 对 原来是 原来是 投资前辈是这样讲的吗 就被驿主啦 对啊 所以也是一个买进的理由啊 嗯 好啦 这今天差不多到这边就好了 真的 再讲下去喔 最后突然爆出一个 不一样的思考 对 真的啊 没有不能买的公司啊 对 这个都是价格的问题而已 没错 借客的喔 嗯 这个有机会再来跟大家聊一下 好 那今天的节目到这边啦 我是雷老板 我是助理立委 我们下次见拜拜